未来佛呢 未来佛是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将来都要成佛 云飞远动 苍蝇蚂蚁都会成佛的 不能轻视 他很聪明 他有灵性 那学佛的人 要把他们都尊重的 看成菩萨 跟我们非常合作 我们在最近这十几年当中 跟小动物沟通 跟他们交流 我们共存存共荣 互不伤害 真正可以做到 活目相处 平等对待 那这就是供养 供养里面 最重要的 是依教修行供养 我们真正修 给他做榜样 他看到 他也听到 他懂得 我们在修 他跟着我们一起修 连云飞软动 这些小动物 都不例外 都有灵芝 用我们的话来说 都有受象形式 要好好的去看待他 我们称他菩萨 称他蚂蚁菩萨 他蚂蚁很欢喜 他这个人很尊重 称我们是菩萨 他懂 他不是不懂 那我们在这天 是这个工作 他在这扰乱我们 我们请他离开 不要妨害我们工作 他就走了 很听话 蚂蚁通通走了 还有一两三只 怎么这两三只 跑来跑去 在佛岸上跑 他不走 晚上 有一个小法师 做了个梦 蚂蚁来告诉他 他们不是 他们在寻查 看看还有没有 没走的 他是有任务的 好像有四只蚂蚁 他们来寻查 所以我们不能凑怪他 所以以后我们就知道了 统统都走光了 还有几只 你们是不是寻查 是小动物 通灵性 不但动物 植物也不例外 树木花草 我们的菜园种了很多菜 都通 都通人心 会不会有任务的 会不会有任务的 有任务的 有任务的 在这种